大家好,我是阿聚,今天我们来看蜜子的洋装店最后一期大结局 昭和1986年,现在的幽子是一个拥有30家连锁品牌店的社长,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 而侄子也在7年前如愿参加了巴黎时装秀,从那之后成为了一个跑遍世界的知名设计师 而老三聪子混得也不错,10年前在伦敦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这是今年72岁的蜜子,已经成为一个腿脚不变的老太太了 而这时,她身边的很多人也都已经到那个世界去了 蜜子不希望他们去了另外的世界,就放弃跟他们的来往 因此,她每天就给大家供奉一些有的没的,跟他们说很多的话 这天,蜜子去参加了侄子的时装秀,而现在的日本陆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设计师 刮起了一股设计师品牌的热潮 其中,小元三姐妹的店在街头到处邻里 每天也是有很多年轻人蜂拥上门 现在,也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享受时髦打扮的时代 蜜子在后台看到女儿设计的一款款衣服 走上梯台时,她还是饱含激情和热泪 感觉跟山车节一样激动人心 而到了老年的蜜子以后,她的生活非常的单调 因为上门做衣服的都是老年人 一年只为自己做一次衣服 因此,蜜子也更希望她能好好享受这一次的机会 当然,现在的小元洋装店也就变成了这样如此悠闲的店 而她秉承的理念,永远只帮客人做定制服 偶尔帮两个女儿操心一下各店的营业额 直到有天晚上,蜜子吃完晚饭以后准备上楼休息时 突然,蜜子从楼梯间摔了下来 等幽子赶到店里时,侄子已经把母亲从医院接了回来 这时,侄子就开始大声质问,姐姐为什么来得那么迟 两人又因此在那吵吵嚷嚷 鉴于母亲目前生活不变的状况 侄子给母亲买了一张专业的护理床 这天晚上的蜜子躺在床上 她望着那些曾经逝去的人 感觉自己好无力好空虚 她觉得老了慢了很多 原先能做的事情变得开始做不来 还要忍受这种恐惧 并且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 她想到自己曾经为这个家 生了很多小孩组建了这个庞大的家庭 到最后却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在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又或者人生是不是就是如此 她好委屈 可又自我安慰到自己不能哭 这时,蜜子的外孙女李湘抱着被子走了进来 默默地躺在外婆的床边 她告诉外婆 这句话让蜜子终于破防了 老年承受的孤单和无助 让她再也忍不住地 默默地在被子里哭泣 第二天一早打开了电视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打开电视剧看 这是两个女儿走了过来 告诉蜜子他们有话要说 还未章口时 孙女李湘也拿了凳子走了过来坐在一旁 她也只想默默地陪着这时的外婆 幽子告诉母亲 她和远在国外的聪子也商量过了 准备接母亲去东京生活 他们不放心 母亲一个人在这地方生活下去 本身她也到了该好好享受晚年的年龄了 这话一出 蜜子怒了 她说 自己要是享受晚年了 那女儿工作上的事情 谁能帮他们处理 可这时 幽子告诉了母亲真相 又在这个孤老的老人心里 插了一把刀 本身觉得无用的年龄上 又添了一把火 蜜子让两个女儿滚回他们的地方 这时李香拿来了一筐纱包交给外婆 蜜子就这样边扔着边赶两个女儿离开 两个女儿无奈地离开以后 李香准备把纱包捡起来时 蜜子告诉孙女 不用帮她捡 孙女懂外婆的意思 她只是不想承认 自己连纱包捡起来的能力都没有 也就从这天开始 蜜子为了不服输不服老 叫来了三个一直崇拜蜜子的年轻设计师 他们准备大干一场 出一个小圆蜜子的品牌设计 这消息已经传出 两个女儿又在街道那儿 你推我 我推你的赶了过来 两个女儿劝母亲 不要干这么辛苦的事情 如果真的想做品牌 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公司 给母亲弄这个品牌 也帮助宣传活动 母亲只要做好设计就行 不用那么累 但蜜子拒绝了 她觉得 自从她决定了这件事情以后 才开始觉得 自己的人生又有了意义和斗志 如果不站在悬崖边上去冒险看看的话 一定不够有趣 于是蜜子就迎来了自己 72岁的再次创业 他们白天无休止的讨论和设计 晚上聚在一起很晚的吃饭 即使这样 大家也乐在其中 这晚 蜜子和店员商量 如何改良礼服的设计时 她突然倒下了 这可把孙女和店员吓坏了 他们把蜜子扶着躺下 难过的让蜜子不要再逞枪下去了 可她只是告诉李湘 不要让女儿们知道她现在的状况 李湘点头答应了 创立一个品牌 每天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 还要盯后期的成衣制作质量 但蜜子看过很多工厂 制作出来的缝纫活 让她都不满意 最后她只能亲自上场 做上缝纫机 去做展示的样品 坐到晚上 腿痛的坐在地上 李湘担心的跑过来 哭着告诉外婆 她不想再看外婆 每天这样承受着病痛 可蜜子躺在地上告诉她 自己一点也不痛苦 只是做得很忘我而已 人一旦认真忘我的时候 表情就会变得痛苦 自己很享受现在这种状态 让李湘不要担心 这天 终于迎来了蜜子72岁 品牌创立的日子 三个女儿在电视台接受着访问 告诉大家 她们能走到今天 要感谢一个人 蜜子举办了自己的品牌发布会 从早到晚 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连续不断地采访拍照 而她的报道 也即将登上明日的头条 第二天 蜜子一大早就抱着报纸 赶紧打开 去找自己的头版头条 可一看她傻眼了 一辈子她讨厌的渣男春太郎 又占了她的头条 因为有了顺利的开始 小园洋装这个清闲的店 也终于变得不清闲 每天 陆陆续续来了好多客人 而这天 孙女李湘也告诉蜜子 自己要回东京去上学了 虽然她没说什么 可在餐桌上孤独吃饭的自己 看着那些 曾经陪伴着自己的照片 她告诉自己 她的寂寞 可能就是因为太喜欢 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 她哭着说 喜欢的人太多 也是一种烦恼 也正因为喜欢的人太多 因此 离开的人也太多 她的孤独寂寞 是别人的几倍之多 转眼到了蜜子 88岁的高龄年纪 每天 还是形成满满的工作采访和演讲 可她还是乐在其中 但同时 身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四年前开始 她又得了包疹 这个疼痛造成了她烦恼的根源 即使医生告诉她 要多休息少饮酒 可她说自己没法静下来 一旦安静下来 她就无法忘记疼痛 她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 一个男人说 她本来打算去拜访蜜子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她 于是拉起她 就走进了这家医院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介绍自己叫龙村 这次请蜜子过来 也是想让她帮一个忙 她想在医院办一场时装秀 不知蜜子是否能答应此事 蜜子满口答应了此事 正当大家高兴闲聊时 院长说 这家医院住了一个蜜子的同学 蜜子说 自己退学早 有些同学早已不记得了 然后准备离开时 院长站起来告诉蜜子 蜜子傻眼了 她走到了奈金的病房门口 朝病房里面望去 只见奈金虽然老了 但还跟当年一样 优雅高傲地坐在那里 蜜子心里是又惊又喜 在这个年纪的相遇 她只能说 自己喜欢的人里面 还有人未离开 两人再次并排地坐在沙发上 蜜子问奈金 自己打停了这么多年 她的消息 为什么她不跟自己联络 果然 这两人在一起 到老都是相爱相杀 蜜子问什么 奈金都是一句 关你什么事 气得她转头离开了 但她内心还是很开心 庆幸彼此 还是在没有痴呆的情况下遇见了 于是蜜子每次来到医院 都要在病房门口看看奈金 要是被奈金发现了 蜜子老了还是这么可爱 也正因为医院遇见了奈金 蜜子向院长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想办一个病人的时装秀 虽然这里的护士长反对这样的做法 但蜜子告诉她 这么多年 她一直坚信 衣服真的可以安抚人心 也可以鼓舞人心 甚至可以让人打起精神来 她想让病人在灯光的照耀下 穿着漂亮的衣服 找到自信 给他们带去巨大的能量 战胜病魔 她再次来到医院时 看见走在前面的奈金 她不由地迈着自己盘伸的双腿 超过了奈金 奈金也不服气 又加快步伐超过了蜜子 两人又在这里叫上了劲 这时院长走了过来 奈金一看见院长 立马端起了自己的气质和笑脸 果然 这么多年 她还是没变 自己喜欢帅哥的毛病 蜜子早在一旁看透了奈金的心思 在跟医院对接完以后 蜜子回家专门设计了两套礼服 想给他们之间 这段漫长的老冤架 最后一场情缘 第二天 当她高兴地拿着设计图纸 找到奈金时来到病房门口就看见了一个空荡荡的床位 她的心再次颤抖了一下 她一再地确定病房门口的名字 可连名字也不见了 她正要难过时 一个护士走了出来 她赶忙上前问奈金这个人怎么样了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嘴里一直不停地说太好了 还好还在 眼前这个舞台的女人们都是癌症病人 她们充满着自信 而这位黑色的短发女人 她身穿一身粉色系洋装 三个月前 她被诊断为癌症晚期 现在的她戴着假发自信地站在舞台 因为她决定了 她想要变得幸福 不仅仅是为她自己 更是为她台下的两个儿子 和爱她的丈夫 这个女人的坚强 不仅仅感动了她的丈夫 也感动了台下 为她做这一切的秘子 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权利 不管结果如何 但要过怎样的人生 都在自己手中掌握 而让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从医院离开的奈金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秘子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她不知道 这是不是老天人给她的奖赏 最终她还是见到了奈金 而她也如愿跟奈金合照了 只是那件事后 四年奈金去世 而这一年 秘子91岁 她决定把家里重新装修 虽然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被拆掉 让大家很不舍 可秘子觉得 活到她这个岁数 回忆也开始不重要了 重要的反而是 现在和以后 她要活在当下 又过了一年 平成17年 2005年5月 这个房子 俨然焕然一新 有她喜欢的大吧台 漂亮的水晶灯 打开窗户 欣赏着窗外的一切 她要在这个地方 尽情的喝酒 看山车节 这个她从小到老的地方 她守住了 而最近 她也越来越喜欢看陈间剧 就问店员自己这一生 能不能也做成电视剧 虽然让人听着不可思议 而这天 幽子打电话来 想拜托母亲一件事 想让母亲帮忙参加一个医院的演讲会 秘子还是如约来到了医院 这个女人是协助秘子这次演讲的助手 但这个女人的出现 却是秘子万万没想到的一个人 秘子在演讲会上 讲了她一生的经历 她希望自己为做衣服奉献的一生 也能激励再做到每一位 在演讲会结束以后 这个女人给秘子端来茶水 准备离开时 秘子叫住了她 她觉得既然有缘认识 就在等女儿幽子来接自己的空档聊聊 女人说 她之前也在秘子的家乡住过 而且她的父亲年轻的时候 也受到秘子照顾过 这话一出 听到这个消息的秘子 再也忍不住的大哭了起来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古西之年 还能再听到这个男人的消息 她再也忍不住的大哭 因为秘子怀抱这一段 好漫长好漫长的记忆 已经太久 可这个消息 无疑对她这位老人家 也是最大的一个乐趣 幽子跟周房的女儿聊起小时候 两个女儿那天坐在一起 哭了很久很久 他们也在为彼此的父母 遗憾这份无国的爱恋 而这一切已经太迟太晚了 终究成为了秘子一生的一段回忆而已 而这天 秘子刚进厨房 他就心脏麻痹的倒下了 送到医院 开始全力抢救 女儿们接连接到消息赶往医院 远在伦敦的聪子 更是坐上了第一班飞机赶了回来 当聪子打开病房门时 两个姐姐还在打闹嬉笑 大姐让她赶紧去卸妆躺下 三人同躺在一张床上 也是久违的事情了 这时 聪子问母亲到底是什么情况 三个女儿就这样守了母亲一夜 第二天早上 秘子睁开了眼睛 这让第一个起床的幽子看到以后大叫了起来 另外两个听到母亲醒了 也相继跑了过来 他们大喊着母亲又激动的落泪 而秘子只是一句太吵了 三个女儿也等到母亲脱离了危险以后 也相继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但这天的秘子感觉 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她在最后的时间 用最美的妆容 面对着每一个看望她的人 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一个病人 送走大家以后 她放下了枕头 慢慢的躺了下来 然后闭上了眼睛 聪子在接到电话时 已经是母亲离世的消息 即使她在电话里 不断的说着自己不相信 可她最爱的妈妈还是离开了 而电话另外的那头的两个女儿 更是已经岂不成声 曾经跟着秘子打拼的每一位 包括医院的护士长 都在为这位传奇的女性落泪 这天 聪子捧着一束糠奶心 回到了店里 来到母亲的棺果前 三姐妹送走了陪伴她们的母亲 又是一年山车季 三女儿在一次聚会上 收到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母亲生前想拍的自传 《陈间剧》也将上映 而她们最爱的母亲 已经离开了五年 但这三姐妹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像母亲一样坚守了各自的一生 这就是秘子一生的故事 本剧改编自 真人真事 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下一步想看什么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咱们下部剧 不见不散